大家午安 哈哈午安 詩緣謝詩緣的普通叫車 威魯午安 酒蛋午安 Hello Akira 沙魯午安 Hello卡丘 茄子午安 今天的Mina看起來好像有一點素 對不起 剛起床眼睛腫腫的 今天有自然光了 太棒了 出太陽了 開心 而且今天很溫暖 比昨天多了真的10度耶 現在好像18度 太棒了 不用在全區在暖氣前面了 溫暖 我們家其實還是有點冷 因為我們家很奇怪 我們家是一個 冬冷夏熱的一個 它的通風很奇怪 就是它的 昨天的那個寒氣它散不出去 所以現在家裡面其實還是很冷 香哥玩 Hello浩浩 今天我有買了早午餐 跟大家一起吃 可是我是昨天晚上買的 所以等一下要稍微加熱一下 哈囉 你剛剛攻擊我的村莊 無安 最近好多人在玩Coin Master 成員之間也常常在玩 可是我是 我是不懂Coin Master在玩什麼 我知道那個廣告很好笑 可是 我不會激起我想要下載手遊的 的那個欲望 我就是對遊戲很 無感 謝謝真人的戳戳你 眼睛好腫喔 本來想說要不要刷個睫毛膏 可是 覺得有點麻煩 想說算了 這個衣服感覺很有趣 誰勝利的V啊 而且你們應該會覺得 Mina今天長得怪怪的 不是因為鏡像還是什麼 是因為 我今天 我剛剛一直在弄我的瀏海 她今天一直不聽話 就是 我原本的瀏海是分這邊的 可是她今天就一直往這邊跑 可是往這邊跑 又一直有一個洞 然後我剛剛 直播前就一直在弄我這個瀏海 她就很翹 不知道怎麼弄 反正今天 你們如果覺得 我看起來怪怪 應該是瀏海的問題 因為分邊跟平常不一樣 平常不是分這邊 欸 為什麼我在剝我的瀏海的時候 這個摸摸熊那麼開心 又不是在摸你 只好往上夾 喔對齁 但是她很奇怪 就是她 我之前 因為冬天就很容易 很容易瀏海失控 因為可能睡覺的時候 鑽到棉被裡面 瀏海就很容易失控 然後今天她是失控往這邊 不然她 通常的話 我直接往旁邊撥的話 就 無瀏海OK 可是今天 她就是一直這樣子 就 有點難處理 難怪會分層 分層 什麼分層 你說我的瀏海嗎 我剛才想說要不要戴個帽子之類的 哈囉夜蘭五安 卡住 卡住嗎 謝謝洛克的鼻心 如果我不講的話 你們看得出來嗎 劉海換邊的部分 你們一定看不出來 你們一定看不出來 我剛剛不應該先講的 你們一定看不出來 因為像我的新公式照 跟舊公式照的差別 就是在那個 法式的位置 就是 以前 之前是在這邊 然後會勾了 然後新的是 這裡有一個辮子 然後 然後所以放在辮子這邊 然後結果大家都看不出來 所以 和我要鄭重發一個限動 呵呵 跟大家說明 對 Mina開直播說明最新 最新狀況 剛才想說今天是鏡像嗎 沒有 我不喜歡鏡像 就是像很多人不是自拍的時候 都會用鏡像嗎 可是因為 其實我們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有一個 不成文規定 有一個不成文規定 就是說我們的每一張照片 都一定要轉成正面 因為正常觀眾看你的時候 就是 不會是鏡子裡的你嘛 所以就 我們即使自拍是這樣子 我們發照片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轉成正的 然後久了久之 我就習慣了 這樣的自己 但其實本來 本來別人看到的 你就不會是鏡子裡的自己 只是說 大家照鏡子習慣了 會覺得自己長這樣 然後 而且我有上網查過 就是 有時候你們不覺得 你們有時候不覺得 就是拍 拍照的時候 是鏡像的狀態嘛 然後轉過來之後 你就覺得 奇怪怎麼 怎麼自己長得很奇怪 就是覺得 鏡子裡的自己比較好看 然後我還特別 為此 Google我就是抱著那種 科學家的精神 然後就Google查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 好像百分之八 九十的人 都會覺得 鏡子裡的自己比較好看 但現在其實沒有 現在沒有特別規定 就是 最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還在 TPE的時候 就是前公司的時候 有這個 有這個規定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拍照 也都是會用鏡像的 然後轉過來 就覺得自己長得好奇怪 對 但是 對 只是因為自己看習慣 鏡子的自己而已 然後因為我的強迫症的關係 如果我看到我的版面 有的是這樣 瀏海往這邊 因為瀏海分辨不一樣 有的是往這 有的是往那 我就會覺得很阿窄 所以我 這個 後來就習慣了 當然如果不同編的話 那個是我本來 對 他今天就不同編 這個就沒辦法 這個不是故意鏡像的 謝謝下午的溫修理 照鏡子人模人樣 自拍會嚇到自己 自拍還是有一個拍照角度的 我之前有教過大家一個自拍的教學影片 在很久很久 大概去年吧 有做一些小短片的時候 但後來我發現 其實大家好像還蠻喜歡看我的小短片 但後來就沒有繼續做 因為後來 比較喜歡 就是做一些cover的影片 然後因為最近不是因為綜藝大熱門嗎 然後有一些 滿多的新的朋友來追蹤我 然後我就會發現 就是我的那些cover的影片 都陸續的有人在按讚 按愛心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想說 欸這個cover的影片 去年的也太久了吧 可是還有人在看耶 然後就覺得有點開心 就是 原來我拍那些cover影片 雖然 就只是拍 就是我喜歡的歌 我就哼哼唱唱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給粉絲聽 然後即便放了一年 還是有新的朋友會想要去聽耶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爬文仔 就是 就是會好奇吧 就是會好奇吧 但是就很開心 就是原來這些歌曲 放著 不管多久 大家偶爾想到的時候 還會想要去聽一下 欸Mina去年唱的歌是怎麼樣 謝謝蘿莉郎的夢和煙火 好啊 大熱門後追蹤多了不少 對啊很開心 很開心耶 因為我不是還在煩惱說 怎麼去年一整年只增加了 3000不到的追蹤 然後就覺得 有點 有點 心情複雜 對但是 如果每一次上節目都能夠 增 增個一兩百也好 可能就不會那麼慢 但是又不是每個節目都這麼 正面這麼有宣傳效果 而且像 去年 欸我上狼人殺是去年還是前年的事情了 好像是前年的事情了耶 前年真的很快也是因為狼人殺 雖然有被罵但是 也有更多人認識我 對所以前年的時候 上完狼人殺 我追蹤就 上去的很很誇張很可怕 但是就是很快啦 是好的意思 講很可怕好像 好像是不好的 但是去年好像就沒有什麼 讓人印象深刻的什麼代表作 對那是多了好幾千 但是 今年好像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差 就是笑唱 可是笑唱唱完好像 大家就不會特別去追蹤吧 所以 所以 差別是在這邊 節目還是 還是有人在看的 謝謝楊熊的捕夢王 我們昨天去看了 色狼展 欸 安安部分 色 要講清楚了 不是色狼展 色狼展 欸 色狼 欸是色狼展耶 我剛才講色藍才是錯的 色 色狼展 色狼展 三男合作的節目企劃比較少 好像三男比較多是我們自己開節目 就是包括去年有很多 什麼 放下歐包啊 然後捷運指導 都是我們自己的節目 但是 可能吸引到 可是我沒有參與這些企劃 可能有吸引到一些外面的人看吧 圈外人 但是因為我是 參與樂團的企劃而已 但是樂團企劃其實也是 目前還不算有特別推廣出去的感覺 沒有什麼宣傳 色狼展 狼是那個 走狼的狼啦 走狼的狼 很漂亮欸 它也 裡面就是七彩繽紛 不只七彩 就是 彩虹的顏色 然後 黑 黑灰白都有 就是各種顏色的 就是那種巧妙玩顏色吧 你就是 會有不同的展區 是不同的顏色 然後那個顏色 會有什麼樣代表的東西 比如說 星空藍 它就是一個星空的場景 這樣子 就 我覺得很好拍 而且對於我這種 IG排版強迫症來說 超讚的 就是 我要什麼顏色 我就拍什麼顏色 對 很棒 然後 剛剛為什麼會講的這個是 因為 有人送我補夢王 我就想到裡面也有一個場景 是補夢王 白色的場景有補夢王 好漂亮 那個地方超漂亮的 有星空 有星空 還有外星人 可是我沒有去拍 因為我昨天不是穿青蛙裝 所以我就沒有拍外星人了 我昨天不是那個傻瓜青蛙 謝謝志鴻們為你打call 拍照大概花多久時間啊 我覺得還蠻好拍的耶 大概可以拍兩個小時吧 如果要拍得好看的話 而且因為我們是平日去 平日去沒什麼人其實 已經算比較好了 但是還是有點害羞 就是拍照的時候 後面有人排隊的時候 我就會 欸好了好了不拍了 就可能拍個幾張就走了 這樣子 但是如果假日去啊 像我之前去 那個什麼 我忘記我之前去什麼展了耶 我之前去角落生物展 是在假日去 然後就排到天荒地老 就是可能一個小時 那個展應該一個小時就可以拍完了 可是排了三個多小時 就是一直在排隊 排隊好拍照 然後在排隊在拍照 所以我就假日 假日真的不要去看展 人多拍照很尷尬 對啊 還好我們是平日去 小千多拍幾次 其實就會不耐煩 小千開始抱怨 這個很差 看 自拍 自拍 但是自拍 本身不是就會修圖了嗎 就是自拍本身就有 就會選濾鏡了 就不用再特別修 如果有什麼 奇怪的地方再說吧 这个展 女生会喜欢 就蛮好拍的 也有很多男生去拍 门票很贵 门票要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门票要多少钱 测试有没有射盲的时候到了 搞不好有射盲的人看 也会看出另外一种 感觉啊 楼梯那边最好拍 你说蓝色的楼梯吗 但是其实昨天有点 没有 我跟你讲我跟刘晓晴去拍 刘晓晴拍超多的 他拍超多的 就是明明就几个场景 一般我们拍完照 大概就一两百张照片 已经很多了 包括我跟我的摄影师的朋友 出去拍照 我们大概就是 出去一趟大概就一两百张照片 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昨天跟刘晓晴去 我回去之后 他在传照片给我就一千多张 一个展览 他拍了一千多张 然后我昨天就 我昨天看的好累 我就在那边狂删照片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连按的那种 他是一直连按 然后他按太多了 他后来说他有点抱歉 就是他按太多了 没有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去一个展 拍一千多张过 他真的 他真的是拍 按太多了 就是比如说同一个表情 我在这里我应该会 停一下 然后他拍 然后再换下一个嘛 可是我是同一个表情 他可能就拍了十几张 然后我就 跳照片头 我就看 而且因为好像拍太多了 然后很多都晃掉 老师我回去拍照 不是 挑照片的时候 我就看 没有对焦到了 删掉 然后 就是好看的一些 按爱心留着 然后其他就删删删删删 然后因为我 他直接拍了一千多张 然后我就没办法接收的 因为我手机直接爆掉 我手机直接爆掉 他容量不足耶 我一直想说 我这手机买没有多久 应该不会出现容量不足的问题吧 就在昨天 他想说照片没办法传给我 然后就发现 什么我手机容量不足了 你拍了一千多张 直接爆掉 然后就狂删 删一些以前的影片啊 然后一些APP等等的 差点往让live删掉了 对反正后来就把照片传完 然后再慢慢删 好累哦 挑照片就很辛苦 对啊 本来想说昨天就要发个色狼展的照片 我真的好暗暗不分哦 但真的太多了 容我今天好好再删写一下照片 然后再发好不好 我后来把它删成好像200张吧 我今天会再删一些 差不多200张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再挑几张出来修个图就OK 赶紧也没拍那么多 对啊 刘晓妻是发疯了是不是 太久没拍照 我直接拍到我的手机爆掉 谢谢季逢良健身卡 而且因为我昨天不是中午也直播吧 然后我直播完就去那个展 然后结果 因为我直播都没有化什么妆 也没有化腮红 然后结果我 我昨天拍完照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忘记化腮红了啦 所以我所有照片都没有斜色 难怪我昨天拍照的时候就想说怎么看起来很素 因为直播都 都是这个状态嘛 就习惯了 因为直播没有腮红 哎呀 Apple有特效啊 这个特效就有腮红了 然后就昨天我完全没发现 然后昨天拍照的时候 就是跟小晴说 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好像比较丑哎 就怎么看都不太对 我觉得不好看 所以我昨天其实没有拍很多照 因为我就觉得我昨天长得不好看 你们懂吗 就是有时候女生会这样子啊 就是有时候拍照的时候 会突然觉得自己那天就是 真的很不好看 我觉得哪里不对 怎么拍就觉得就没有很好看 然后就有点心情没有到很好 就是平常拍照的人都很开心很开心 觉得今天的妆很好看 就会拍特别多照片 可是昨天就没有拍很多 因为我就觉得好了好了够了 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看 结果刘晓晴还可以拍一千多张 好这不是这种点 反正就觉得昨天没有很好看 然后 一直到拍完的时候 然后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想说好像没什么血色 我忘记画腮红了 我整个拍完我已经走到门口哎 因为走到门口然后他发现 我居然没有拍腮红 好 难怪我是觉得我好像看起来哪里怪怪的 居然是腮红的问题 还有妆 我昨天的 我昨天的妆 眼影也很淡 因为我直播的 妆好像都蛮淡的 对反正就是这样 拍完才发现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成员 如果有六个成员去看待 没有一个成员发现我没有画腮红 虽然没有人跟我说 可是差超多 我跟你讲到时候 我可能会自己 加腮红上去 修图 我平常不怎么修图我都 就是主要是调色这样子 但是我可能这次的会加个腮红吧我想 没有腮红真的不行 对我会自己加腮红上去 搞不好他们也没画 没有怎么可能不画 腮红很重要 诶 成员都没发现 直男人们一定不会看出来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 看照片比较看不出来 因为很多是拍圆景圆的 其实有时候腮红也不见得看得很清楚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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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呀 刘导跟我讲求是自然的衣镜 所以不跟我说 他可能也没发现 他们觉得我是故意不画的 谁会故意不画腮红啊 腮红 一定要的啊 女生不是重视眼妆吗 我昨天眼妆也很淡 就是因为整个人都很淡 所以他们没有发现没有腮红 如果我眼妆很重的话 他们会发现 好像脸上有点少东西 就会发现没有腮红 因为我昨天就整个妆都很淡 所以就没有发现吧 但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直播完我就马上出去了 然后还 才很迟到 还好 刚刚好 赶一下 但是就 对我昨天还搭计程车出门 因为昨天直播完不是就下大雨吗 然后我就发现 啊 诶 昨天有下雨吗 反正就是因为最近下雨 反正我脚踏车停在捡运站 然后反正我昨天还搭计程车去 不然就来不及了 然后装也没有画得很完整 然后也忘记画腮红了 就是很 有点太敢了 我昨天为什么不一点 就直接关播 我在那边一一不舍什么 可恶 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自己多播 计程车多少 干嘛 跟你讲你要帮我付哦 哈哈哈 讲了也看不到原版的 原版的就这样啊 我现在也没有化腮红啊 也没有化底妆 就是因为我直播都在偷懒 所以 所以导致我 我习惯了 然后有时候出门 我有时候出门也会 就是如果我化妆步骤跟 顺序嘛 因为通常女生化妆会先化个底妆 然后再腮红什么 然后再化什么眼妆之类 可是因为我 我就 我没有化底妆 没有化腮红什么的 然后我习惯了 然后我出 有时候出门我可能就 哎画个眼妆什么 然后 化完之后 要出门了才发现 哎呦我没有化底妆 然后再 再补个底妆什么的 然后眉毛 我有时候也是 我先化完眼睛 我就忘记 我要化眉毛了 然后就是 就这样出去 或是出门前发现 哎 赶快会化个底妆 怎么会有人 忘记化底妆呢 怎么会有人 忘记化底妆 要不要先关掉看看 你们就想看我 没有腮红的样子 就这样子啊 我刚开台的时候 就这样子啊 现在好期待我的生血业配 好 再 我应该 我预计明天会发 嗯 这是排版的关系 因为我不喜欢 因为我上次发了那个 公演式自拍镜照 所以我不想 我不喜欢两张镜照贴在一起 感觉看起来比较不太舒服 我喜欢远近远近这样 然后颜色是深浅深浅 或者是同一色系 就是 我有一个就是排版的那个 强迫症 求素颜 素颜我 很长是素颜啊 我直播很长素颜 我今天也画了 我今天画了一点眼影 眼线 然后一点眉毛 跟口红 就这样啊 我很常素颜啊 你们都 你们都看腻了吧 你们都看到不想看了 现在素颜有稍微画一点啊 有一点点 一点眼影 很淡很淡 有口红都不算素颜 为什么口红有那么重要吗 口红有那么重要吗 可是我有时候也不会都擦口红 我有时候就是擦护唇膏而已 冬天 冬天那个嘴唇很干 我的口红 我的第一支口红好像是 诶是来 是来 是来 TimTP 才买我 人生第一支口红 我以前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也会画淡妆上课 但是我都 我都只擦护唇膏而已 因为我觉得护唇膏就很好看了 然后 我就觉得我应该都不需要擦口红吧 可是 后来 就是当了偶像以来之后 我就发现 就发现 啊 口红还是蛮重要 表演的时候好像 我一直 我一直觉得自己可以靠护唇膏走天下 结果 后来发现 哦 护唇膏其实好像 蛮容易就掉的 就是一下子就干掉了 就是要一直补 然后我就发现 啊 口红 还是很重要 要素颜的都是想截图 我很常素颜啊 影片就有了 很好吃的那支吗 很好吃的 哦对很好吃的那个是 是护唇膏 米娜也有买一支新的口红在平台那边 对啊 还没有拿期待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粉色的口红 因为我现在的口红用完了 虽然我一支口红用完 那我还有十多支口红啦 但是就是你喜欢用的 就只有那几支而已 嗯 谢谢证人的kiss珠珠珠 嗯 口红在表演的时候很重要 会注意到 可是口红 对啊 我就 所以我跟品寒团购了一支口红 就是听说是超持久的 然后很 不会 就是不会掉色 因为我现在的口红 算颜色很好看 不是现在的 这支是蛮好的 只是因为它不是亮面的 所以想要买 因为亮的口红很容易掉色 反正我现在就跟品寒买了一支 谢谢熊熊的kiss珠珠 成员都会团购化妆品啊 因为 就看到谁操 很好看就问你这哪里买的 然后大家就互相推坑 然后久而久之大的化妆品 就会越来越一样 梅花冬天比较容易没血色 口红 嗯 真的 所以我觉得 可是擦个护唇膏还好吧 要业配一下品牌吗 我先用了好用再说 因为我之前的那一支 很多成员在用 但是它就 干掉很快干掉 干掉就不好看 跨年那天最说 我对它跨年就没化妆啦 没化妆我也有po啊 可是我发现洞而已 就是没有化妆的话 我就发现洞而已 我的贴纹好像也有 我的贴纹有没有没化妆呢 好像 很久之前有 但最近不太放 最近不化妆的都放在 限洞 因为只有24小时 不看就看不到了 品牌昨天业配过了 我还没有使用过新的 业配的买给未来女 你又不是跟我 大家等等也要去寻宝了 你说找米娜的素颜 你知道吗 我通常都发现洞啊 握手会 米娜怎么可能素颜 握手会 素颜感觉很不用心 不是就说化妆是一种礼貌吗 握手会大家都 算是花了钱来找我握手的耶 我当然要打扮 画的美美的 借你们啊 素颜感觉很没有 没有职业道德耶 缺德 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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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要画美美的 你们不能送化妆品 好嘛 这次为什么我们还可能戴口罩 真的喔 如果要戴口罩 那我就素颜啦 没有啦 画眼妆 画眼妆 抱着被子睡觉的好像是素颜 忘记了 对睡觉的我好像是素颜 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抱被子 我有抱被子吗 我怎么会素颜会被经纪人姐姐骂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 画眼睛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什么会啊 之前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 你们素颜 你们素颜又不会被经纪人姐姐骂 你们可以素颜啊 不知道你们 谁说你们要化妆 我都画半张 我记得之前有什么活动 就是说要 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水池的那个活动吗 有一个水池的那个活动 是什么活动 我忘记了 反正那时候我们成员是要戴口罩穿的 是夏日月会 是要戴口罩穿的 然后反正我就画了眼妆而已 我也没有画底妆 就是 我只画了眼睛这样子 底妆也没有画 因为我想说是戴口罩 我想说是戴口罩 所以就 就没有画底妆 然后结果拍照的时候 姐姐就说好 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想要 我想说 蛤 拍照口罩拿下来 可是我没有画底妆耶 然后就好 好 大家都 对 就合照的时候 我没想到合照要拿下来 然后我就有点害羞 因为其他成员就口罩拿下来 就哇 跟大家就是这样 哇 就是犯傻 然后我就想 我没有画底妆 可是我还是有跟大家打招呼 想说 你们一定不会发现 然后我就这样拍照 结果 结果也没有人发现啊 跟你讲真的没有成员发现 因为我没画底妆耶 不是水夏季啊 夏日约会 你看 而且我今天台讲 你们也没发现 对不对 成员也没发现啊 因为有时候我去练习 我们自主练习的时候 我也没有画底妆 然后结果 也没有成员发现耶 就有时候可能聊天的时候 就是 他们说 有时候聊天 啊 我记得之前 以前妈 就有时候人家说 欸 你的那个 为什么你 就是流汗 然后你的底妆都不会掉 然后就 我今天没有画底妆 然后他 你没有画底妆 皮肤太好 也不是 就是可是 仔细看之后他们就 仔细看然后就 真的耶 你没画底妆耶 就是 但是 还是会有一点 那个 怎么讲 看得出来 还是看得出来 就是 会有一点 膚色没有那么均匀 就是不可能 每个人的脸都那么 可能真的有吧 那种很白很白的 就是仔细看 还是会有一点 膚色不均 比如说 你看我没有画底妆 我的鼻子 我这样讲好害羞喔 反正就是 但是 鼻子这里就会比较 有点泛红的状态嘛 这边 嗯 然后 因为有盖下来 可是不然 额头 这里嘛 好像也会比较暗一点 没办法那么仔细看 还是看得出来啦 有化妆的时候还是有 比较 就是气色整个比较亮的感觉 害羞什么 因为我不 我讲的话 你们下次都会注意 看我 有没有化妆啊 可是我通常直播不太化啦 因为可以用特效 好烦喔 我的刘海 我要生气了 我带个帽子好了 我带这个好不好 欸 带帽子好像变得比较合理耶 我刚才找到就先带着 这样子 他一直跑来跑去 换这个特效好了 这样会不会耳朵太多 以后会好好做 好啦 不要注意这种东西啊 只是我 只是我小偷懒不化妆而已 不喜欢 就是因为直播 像我今天我应该也不会出门 我今天应该也不出门 可是我 我如果为了直播 还要特地化一个全妆 我觉得很 很浪费 因为我就在家而已 在家我就喜欢皮肤特气一点 这样素多了 有差吗 可是这个也有腮红耶 谢谢玉超的告白气球 这样哪有比较素 我这样也有腮红 我的早午餐 对啊 我昨天买了烧饼 只有烧饼 因为我是昨天买的 我想说如果夹蛋的话 今天吃就会软掉 那我有点想要夹个起司 有人烧饼夹起司的吗 我是喜欢起司 脸颊不见了 我谁 V脸 这顶的帽子耳朵会不会动 会啊 耳朵会动 你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 按耳朵的时候会发 要配音 我干嘛帮他配音 奇怪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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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捏耳朵怎麼會叫 對 因為耳朵會痛 所以才要叫 油條 燒餅夾油條 油條怎麼夾燒餅啊 我沒有很喜歡吃燒餅油條 因為我覺得油條太油了 被虐待 不要捏我的耳朵 自捏還自叫 這個耳朵是不是 一邊會漏氣 我覺得這邊有一點漏氣耶 這邊有一點不好按耶 這邊有一點不好按耶 夜兔舞啊 我這樣會很煩 自己捏還一直叫 這是平常私底下的我 我跟奶奶也常常這樣 有時候奶奶沒事也會把這個帽子戴起來 然後我就捏他 然後捏他就這樣 你們有聽過奶奶這種叫聲嗎 我戴的時候 像我之前不是穿那個 頑皮抱的裝嗎 然後他有尾巴 然後我就會去 我就會炫耀奶奶 給奶奶 我就說奶奶奶 我有尾巴 然後他就會抓住我的尾巴 然後我就 不要抓我的尾巴 這是我們的小劇場 我們真的很 我們兩姐妹真的很不正常 你也不吃 你也不吃 好我現在去吃啦 你們認識的 欸真的有沒有人燒餅夾起司 我買了燒餅 可以夾起司嗎 我要去烤一下 神奇互動 我平常都是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有點瘋瘋癲癲癲的 所以會常常讓人家覺得我智商堪憂啊 就會覺得 哈囉你今年真的24歲嗎 為什麼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夾 那我要夾起司 我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燒餅夾起司欸 但是 這是 因為我們家剩最後一片起司了 所以想要夾夾看 試上看 有真的啊 一點而已 怎樣 怎樣啊 跟你們講 生活就是這樣子 生活就是要這樣子才會過得開心 懂嗎 大家沒事也可以在家裡叫叫看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很舒壓 真的 你知道我跟奶奶 有時候我們兩個就會在那邊 鬼吼鬼吼 我們的鬼吼鬼吼 不是那種 就是那種 那種泰山亂吼 我們的鬼吼鬼吼 現在這樣 這種對話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哪一天可以 我們到底哪一天可以 好好說話 然後後來發現好像沒有一天可以 好像沒有一天可以 我們兩個都在玩什麼 就是 這種耳朵啊 或者是什麼尾巴之類的 很常玩 然後或者是別的 別的比如說 比如說 冬天很冷 然後奶奶就 就會 喵 有時候會配合她 有時候會配合她 有時候不會 家人看了會很哈囉 喔 沒關係 我們家只有我跟奶奶而已 我們相依為命 是不是相依為命相依到 相依到兩個人都瘋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樣子 要人家可能陪你玩 對啊 我都不知道我這樣子是我害奶奶了 還是奶奶害我了 就不知道是誰先影響誰 好 好 那我去烤一下她 蛤 那我去烤的時候 你們會沒有聲音 你們要不要 要放一下音樂嗎 兩個一起淪落 什麼淪落 什麼淪落 這明明就是健康的一種發聲練習 好不好 你看她說Mina 其實 唱歌的音蠻高的 搞不好都是平常訓練出來的 平常我們 跟奶奶在家都做高音的訓練 而且我們很常會玩這種遊戲 就是 怎麼說 蛤我現在有點想不起來 這個要想到才講得出來 不然平常真的 我無法想像我們平常可以玩這種遊戲 我們會玩那種 我已經真的講出來太害羞了 我覺得我不要講 真的智商堪憂 反正就是很 好帥 我還是不要講好了 智商堪憂啊 真的是 對我們 反正我們會玩拉高音的遊戲 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講完話之後 另一個人要越來越高音的那種遊戲 可是那個真的很丟臉 我不想講 生產的遊戲 有啊生產的遊戲 我 那個很好玩 自己都覺得羞恥 就是我們平常會學小嬰兒講話 然後 學小嬰兒講話的時候 就要一個比一個高音這樣 比如說 我們學小嬰兒講話 小嬰兒就會 就會 就一個人會開動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 下一個人講話之後 就要跟跟 然後到最後那個 高不上去的人就輸了 這樣 好丟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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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居懷我們鄰養小孩了 沒有鄰居會以為你們家是有養狗 還是怎樣 什麼在叫這樣 謝謝瓜瓜告白 氣球 這個居然是低智商遊戲 這是低智商遊戲 我們平常是有正常的對話 真的偶爾玩這個 我還是去吃東西好了 我還是去吃東西好了 我剛才不是說不講嗎 就你們 你們 你們灑一耐一下我就講出來了 真的是 等一下喔 先隨便放一手 登金事變 我就是吃東西 有辣有正常的對話啦 就 Nashville 到 scrum 拿去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emie away! PAC! 你不要 不知道歌詞 我喜歡這首歌 你們有 我有唱過嗎 要有紅包 搶得到嗎 搶完 謝謝熊熊的空包 正人的應該也搶不到 謝謝正人的空包 這首很好聽 中金事變了 對 我要開個網路等我一下 誰要偷丟紅包 抽白包 謝謝巴巴的空包 我們在等我的早午參考的時候 我來唱一下歌 空包 空包 空包包 空包 反正 反正 我剛才講到哪裡 反正沒關係 上個話題結束吧 反正 我只是想說 我們私底下就是 就是有點 我們會玩低智商遊戲 但是一種放鬆 對 謝謝小千的小浪花 講到羞恥遊戲 不要假了 不假了 嬰兒不要高音 不要嬰兒不可以不要高音 但我平常 我剛明明明就示範完了 我剛明明明就示範完了 我們是不是只有吵架的時候是正常說話 好像 被你這麼一說好像是真的耶 好像是真的耶 我們平常真的都不正常講話 我們平常講話都是 不是像現在這樣子講話 就是如果 都是嬰兒式說話 然後 那個 如果是要 比如說要 叫奶奶說 你去把那個外面 我通常不會叫奶奶弄東西 通常會叫奶奶 比如說 我今天已經洗衣服了 你去 你去折衣服 之類的 然後就歐哈啦 就是只有 也不是吵架啦 就是 做事情的時候是正常講話 可是平常呢 就是這種狀態 亢奮狀態嘛 就是這種狀態 亢奮狀態嘛 謝謝Maviu的筆心 我的餐點好了 還沒有啦 難怪兩個人聲音都那麼特別 對有時候你們不要嚇到 其實我們平常講話就是這樣子 然後 震驚式還是就是 就是正常的講話 但是 好像我正 我正常講話也沒有很正常 我們正常的對話感就會很少 對通常都是不正常的 剛剛叮了 不是叮的那個是微波爐 我在微波我的米漿 是米漿不是烤箱 那個 那個叫啥 燒餅 燒餅 還沒丁啦 燒餅還沒有丁 還沒 不是 丁的是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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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常講話才是不正常 不是玩不同的丁 你們要聽微波爐的丁聲跟 跟烤箱的丁不一樣 微波爐都是比較 比較丁一點 然後烤箱的是丁 就是 為什麼我要學 為什麼要 有沒有 不一樣 有沒有剛剛那個是烤箱的 有聽得出來不一樣嗎 有嗎 有嗎 已經連 微波爐的丁聲都要模仿了 直男聽不出差 這跟直男有什麼關係 這只是你跟你家 微波爐熟不熟而已好不好 對對對比較丁一點 有沒有不一樣的聲音 我剛剛本來想說要先唱一首歌的 可是我怕你們肚子餓 你們 我不吃你們都不吃 我也要去吃了 然後我們一起吃 我就拿我的削餅 哇 很燙喔 好香喔 好香喔 米漿 不知道昨天突然很想要喝米漿 所以就買了 其實家裡還有豆漿 謝謝熊熊的空包 好 來喝個米漿先 米漿很容易飽耶 我其實蠻喜歡喝米漿的 大家聽嗎 豐盛的一場 你們也要吃喔 謝謝蛋塔的小讓花 好久沒喝米漿了 好喝喔 好喝 我喜歡喝米漿 可是我平常很小喝米漿 是因為 我覺得米漿很容易飽 就是如果我早餐 其實我喝一杯米漿就飽了 可是 我還要吃別的東西 就會太飽 所以我就 早上通常都不喝米漿 可是早午餐的話 可能喝得完吧 不知道 先喝一半 這蠻大杯的 好喝 好喝 對阿米漿很濃 爸爸要去上班了 好喔爸爸拜拜 米漿越濃越好喝 為什麼米漿會這麼濃 為什麼米漿會這麼濃 曬了五個月的太陽 把太陽能吸得飽飽的 這 就是它濃的原因阿 哇 還是這是豆漿的廣告阿 我記得這是一個廣告詞耶 我忘記是什麼的了 我不知道我以前都很喜歡 學廣告的台詞 阿好像是豆漿耶 是豆漿吧 謝謝巴巴的紅包 巴巴巴巴巴 謝謝 欸 姨姨 準系男子的告白起走 這是豆漿喔 那為什麼豆漿是濃的 因為豆漿濃阿 有米會曬太陽嗎 米為什麼不可以曬太陽 米為什麼不可以曬太陽 米也有曬太陽的權利 任何農作物都需要曬太陽才能夠生長 好不好 威如也要先去工作了 好我拜拜 忘記是什麼的豆漿門阿 可以 可以 我這米漿可以找我業配耶 我一定會把它喝得很好喝的 那我要來吃我的燒餅囉 欸 我下一次直播 今天是星期三 我下一次直播是 我們下 不是我們 我下一次直播是禮拜日 五晚上 是嗎 是嗎 那我要開動了 我第一次吃燒餅夾氣型 禮拜五晚上九點 那我要開動了 開動了 我這樣吃相有點不好看 我要偶像的吃法 我有辦法嘛 我試一次喊 我可以吃這裏 又吃不吃 我還是要吃它 因為我要炸餅 說得吃 它會融合 步驟 哪有 我看 這裏有 可以了嗎 有 沒事啦有袋子 小朋友吃法 怎麼不然大人怎麼吃燒餅酸 怎麼沒有吃到起司的感覺 怎麼有種起司不見的感覺 還是這邊沒放到 好像不夠長 不夠長沒放到 再多咬幾口 衣服上有屑屑 真的耶 為什麼 給你吃衣服上的屑屑 為什麼耶我明明 我明明就用袋子 為什麼還會掉到衣服 為什麼 沒有那個不要吃了 對呀 對好奇怪耶 我明明用塑膠袋 怎麼還掉到衣服 謝謝雨農的告白氣球 好 還沒有吃到起司耶 它有那麼短嗎 吃燒餅掉燒餅 它很脆耶 我目前還沒有吃到起司 不知道起司跑到哪一個人 可能在這邊嗎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好像沒有吃到起司 嗯 嗯 嗯 好像有一點起司味 我發現好像有耶 我用起司在進去也太呆了 有啦好像有起司耶 蘿莉蘭要選走 蘿莉蘭拜拜 上班加油 用起司在進去 什麼意思 我覺得應該是融化了 然後它的味道被燒餅蓋過去了 嗯 吃到起司了 有了有了 應該是上半部沒有 有啦有吃的出來 沒有被蓋過去 謝謝太空的筆心 可是我覺得燒麵好像直接吃就很好吃了 加起司好像沒有很大的差別 記得放就好 一半沒有起司 不是是它的太大片是太橫的太大片會出出來 就濕了一小半 放到別邊 美娜哪有那麼呆忘記放起司 有了有吃到了 起司在這裡 嗯 可是好乾喔 要配米漿 結果起司在米漿那裡 來不是 搞不好起司米漿也不錯喝啊 研發出新菜單 吃到不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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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漿以為自己吃到起司 其實沒有吃到 有辣 我真的吃得出來 有起司味 有起司味 這一口很濃的起司味 我要怎麼給你們看 看 好像看不到耶 但這邊比較厚 這邊的那個有起司 為什麼要把上面的膜撕掉 你說起司嗎 起司那個膜當然要撕掉啊 那不能吃它速乾耶 這個呢 這個呢 那怎麼給你們看 好像看不到耶 因為每次咬的時候它就會那個 黏起來 好可愛 好可愛 謝謝玉椒的告白 去抽 米漿上面那個膜 喔 因為剛剛拿去微波啊 拿去微波不可以 不可以有塑膠 在上面 會有塑膠劑 會有塑膠劑 洗脖子也不可以微波喔 不然會跟林傑心一樣 在微波爐爆炸 太恐怖了 謝謝瓜瓜的絲葉草 謝謝瓜瓜的絲葉草 燒餅加起司很好吃耶 謝謝阿卡的帶你去瀏覽 幫你好 午安 因為他吃我的早午餐 冬天就有時候會突然很想吃燒餅 而且這種傳統早餐店才有的 好吃 謝謝令的許願品 新粉絲 新粉絲 歡迎新粉絲 謝謝Monkey的小蛋糕 是看大樂們過來的 喔 開心 有新朋友 我現在在吃早午餐 吃完之後 來唱哥哥好了 今天時間比較多 新鮮米粉 他們可能不知道米粉是什麼 決心沒有打開微波爐 燈火熄滅很安全 微波爐 微波爐真的不能亂用耶 我覺得我把洗脖子放進去 本身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一定會燒起來 對啊 塑膠的話是還好 可是你也不能吃那個塑膠進去 決心的日常生活我要教一下 我覺得面面比較可以教耶 每次面面跟結心在一起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一種 有一種 母女感 有一種母女感 我就沒辦法教 手捲 手捲 好久沒有吃手捲了 我記得以前我們學校都會有 都會有那個 學生餐廳有賣那種 那種韓式的手捲 可是我 每次都吃不完 所以後來都不買了 好像以前那種 最便宜是一捲79塊 然後看口味不同吧 然後那個我每次都吃不好 而且我大概吃一半就飽了 那我大概就只適合買便利商店的吧 我以前食量那個超級無敵小 小鳥味道不行 但是我到 來福一直叫耶 然後我到好像專山的時候 然後 我到專山的時候 我就可以吃完一個了 就是我那個剛入學的時候 大家都說那家飯捲很好吃 然後我就去買 結果吃一半就飽了 然後到入學兩年之後 我已經可以吃完一整個 然後我就覺得哇賽 我的食量變兩倍大了耶 手捲這麼貴的嘛 以為只要35到50 好像 我也忘記了 好像也沒有很貴 但是我記得 沒有沒有那個手捲是大條的 是大條的 我覺得因為像一般人不是發育期 可能是 國中 因為像我們有些親戚 他們國中開始發育期之後 就可以吃兩碗飯 然後我爸媽都會說 奇怪 人家發育期都吃很多 就只有我 我都沒有發育期吃很多過 然後我自己在想 對啊 到底為什麼我都沒有發育期 就通常都是 可能有的人是國小五六年 有的人是國中吧 然後我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是到專山耶 才開始有一種 開胃感 因為我在那之前我真的 食量小到一個不行 然後 也不太喜歡吃飯 然後後來的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 就發現好像食慾變好了 然後甚至覺得 我這樣吃太多了 我要減肥 就是 我覺得我的發育期 可能比別人晚耶 比別人晚 人家可能是國中 然後我是到 已經那時候快大一了 的年紀 然後我才 食慾變好 可是食慾變好之後 我又覺得天啊 我家好胖喔 然後我就減肥減肥 然後我就有點 錯過那個 有點錯過那個發育的時間 所以現在就有點發育不良 專山也晚太多 突然發育 也不是突然發育 就是食慾變好了 因為我 我之前都吃東西 真的吃很少 一直都吃很少 而且我覺得很誇張 一般一個女生 然後她們 可以吃完一個飯捲 我就覺得很厲害 可是好像對一般人來說 就是正常的分量 但是我居然吃不完 而且才吃一半 就覺得飽 然後我才 因為那個飯捲 我就發現我的食量 小的有一點 有一點可怕 不要再減肥 我現在沒有再減肥 我沒有再減肥了 我昨天還去吃那個 披薩哈的吃到飽 但我還是我們全家最高 我是運動來的啦 我那時候真的每天 努力跳繩 努力想要長高 我覺得跳繩真的有差 飯捲不是兩條起跳嗎 所以男生沒有很喜歡去買飯捲 因為他們買兩條的時候 都可以吃一頓 就可能別的東西 難怪我長不高 什麼意思 我已經 我真的已經有努力長高了 好不好 我吃披薩吃到飽會划算嗎 其實不太划算 因為我 去吃那種披薩哈吃到飽 我就先去拿那個 沙拉 然後沙拉我拿了一盤 吃 就發現我差不多飽了 我只吃了沙拉我就飽 我想說不行啊 這樣沒有灰粉 然後硬是吃了 再去拿兩片披薩 然後還有那個 烤雞來吃 但基本上就是拿一round 就差不多飽了 超不划算 可是我每一種都有吃到 就是烤雞跟披薩都有吃到 然後也有吃了 布朗尼 對 其實一定吃不回本耶 可是 可是至少我可以吃到不同種類的披薩 不然 一般你想吃披薩 你要那種 大家一起聚餐的時候 sure 這樣才可以 可是我一個人在家 我想吃披薩 那也沒有很划算啊 如果我想要吃很多口味的話 就還不錯啊 我就可以吃到不同口味 我有吃三片披薩 雖然我都是拿小片的 因為我只是想要試 不同的口味 都濾過沙拉喔 可是 可是還是要吃一點青菜嘛 有些女生都是專門去吃甜點 可是披薩它的甜點很少耶 它的甜點就只有 布朗尼跟那個布丁 可是它的布丁不好吃 披薩成本很低 超過299就不考慮了 好像也是有那種便宜的披薩 但是它的 就是偶爾吃嘛 就是偶爾吃 而且 因為昨天是跟小琴看完展 然後 然後我就說 要不要一起吃飯 然後她就說 她有跟小迪約了 當然可以一起啊 然後她就問小迪說想吃什麼 然後小迪就說 小迪就說她想要吃番茄醬 可以直接往嘴巴裡倒的那種 然後我就 蛤 什麼 想吃番茄醬 就是 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想吃番茄醬 然後小迪又說 然後小迪又說 恩恩 那不就披薩汗嗎 就是披薩的話 就是 那邊會有一罐的番茄醬 然後就喔好啊 所以我們就去吃了 就她就想吃番茄醬啊 然後去的時候 就看到她真的擠了一大坨番茄醬在那邊吃 所以我們是因為昨天小迪說想要吃番茄醬 所以我們才去吃披薩哈的 真的她那邊醬料很大方耶 就是一整罐番茄醬放在那裡 我記得之前年嗎 前年小迪生日的時候 然後我問她說 她生日想吃什麼 然後她好像跟我說 她也跟我說一個很奇怪的答案 我忘記她說傻了 然後我們後來就去吃了 好像是 因為那個我們練習 舞蹈練習結束之後 我們常常去吃一家 很好吃的控肉飯 然後那個控肉飯很便宜 55塊錢而已 然後小迪生日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 欸你要吃什麼東西嗎 就是 然後只有小迪就跟我說 她想吃控肉 然後我想說 蛤 控肉那才55塊錢 甚至不是應該要慶祝吃比較好的嗎 結果她就跟我說 她想吃那個控肉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吃了烤肉飯 雖然也沒有很貴 可是就覺得 小迪真的是很奇妙的人 TP有不怪的人嗎 有嗎 都很怪嗎 有嗎 都很怪嗎 這樣的女朋友很好養 我也很好養啊 養我 我平常都吃個 這個 蠻損的啊 而且一定要給我 一定要為我吃水果 因為我很喜歡吃水果 每天都要吃水果 好養 我是吃太小的好養 對啊 我現在有點飽 那燒餅還有 還有一半 給Mina一顆高麗菜就飽了 是會飽 可是這樣子沒有很營養均衡 我的話還是蠻注重營養均衡的 就是 肉一點 差一點 淡一點這樣 就基本這三個有就好了 已經吃飽了 對啊我剛剛已經吃飽 然後 然後我跟你們聊天聊一聊 然後我發現 手上還有燒餅 然後想說 好再咬一口好了 然後發現很飽 是不是又想睡覺了 沒有啦 其實也冷掉了 對啊 沒有融化的起司 可是又喝米漿吧 我覺得 米漿好容易飽 說好的食量變大呢 有啊 有啦 可是等一下我要說 我要澄清一下 我要澄清一下 我說我食量有變大 這是讀書的時候 但是後來 就是 去澳門讀書之後 我食量又變小了 然後所以那時候又變很瘦 主播是之前跟西亞去異想天開的那位米娜嗎 對的 沒錯 我是米娜 再靠20秒 什麼意思 就是 沒有啊 因為我有說我在澳門讀書的時候 都是吃那種 都是吃那種 很像營養午餐的那種 那種 那叫什麼 和菜 然後會有阿姨打飯給你的那種 你說再烤20秒 可是我現在有點飽 對反正就是去都是吃那種和菜 所以 就菜色選擇比較少吧 然後 然後 就回到以前國小 就是營養午餐 還是自己打飯菜 或是同學打飯菜 然後 我都會說打給我少一點 或者真的吃不完 然後 我不知道欸 每次回到那種別貓打飯菜的時候 就回到國小的那個飲食習慣 就是吃很少 然後 就一直吃很少的狀況下 就是 就是 就是胃會 胃就會變小嗎 好像就習慣了 然後 然後我在那邊 也沒有 澳門那邊也沒有什麼體重計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 幾公斤 但是我 記得我入學前 入學前的健康檢查 好像是 有40.0 還是39.9之類的 就是 就是 基本上大概算40吧 然後 但是去澳門讀書的那一年 都沒有量體重 但是我每天都是 蠻規律的作息 然後 讀書啊 練琴啊 跑步都有 然後到 那時候要休學 那時候我讀了一年半了 大二 然後要休學了 因為 要TP這個 要回台灣 然後 那時候回來之後 也有做健康檢查 然後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發現我只有37公斤 然後我就 我就嚇到 就是 37是我 就是跟我 國中差不多的體重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是 36 37左右 然後我 我明明五專那時候 食量變大 那時候就有吃到 40公斤 就是比較標準 雖然還是過瘦 但是比較標準 然後就 我去澳門的途中 我都沒有量體重 因為那時候 澳門的家沒有體重計 然後一直到 回台灣 然後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才發現自己只有37公斤 然後我就 那裡嚇到 我不是有40嗎 為什麼 對 我為什麼只有3開頭 然後我才發現 就是不知不覺 我沒有減肥 我沒有在減肥 可是 就是 就是飲食 飲食習慣吧 連體重也好跟名字一樣 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特別注意這些 很怕我突然 不會 我從來沒有昏倒過耶 我從來沒有昏倒過 我很健康的 但我現在有比較 胖回來了 食量慢慢變少 食量慢慢變少 食量也沒有很小 可是 可能是 可能是早午餐吃的比較少吧 不知道 幫你改名字啦 胃口出奇的小 可是我就看大胃王他們在教怎麼樣可以吃得多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你吃不吃是取決於你的大腦 告訴你 要不要吃 就是他們說 大胃王的話就是 你要一直告訴你的大腦 我還很餓我還能吃 你就可以一直再吃下去 然後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很容易吃膩還是怎樣 然後就會覺得不想吃 可是我會把它吃完啦 只是可能晚一點 營養攝取最重要的都是在早上 有吧 這個蠻健康的吧 有 燒餅加起司蠻健康的吧 蛋白質欸 早餐要吃營養一點 可是因為我這個算是 早午餐吧 就是反正會把營養一點 就把自己餵飽再說 然後晚餐的話就會吃得比較 晚餐會吃得營養均衡一點 日本醫生說沒什麼差 你說大胃王的飲食嗎 謝謝真人的真情告白 自助餐想吃多少就自己加 我以前大學 不是大學啦 武專 在台灣讀武專的時候 我們學生餐廳就會有那個自助餐 是用秤重的 我就很常去買那個 因為就可以夾很少 也不是夾很少 反正就是 夾自己吃的量 就很便宜啊 然後又健康 就是有菜有肉這樣 蠻適合我的自助餐其實 不然吃不完我會覺得很浪費 每天基本攝取量 有辣我應該 有吃到吧 秤重的有的比較貴 對啊就不能拿那種湯湯水水的 夾很少 因為我都夾20幾塊錢而已 一般人去自助餐這種 秤重 隨便夾就可能六七十了 可是我只夾20幾塊錢而已 可是吃得飽啊 20幾塊錢 然後有菜有肉吃得飽 這樣很好耶 就CP值很高 你都夾一堆蔬菜 不要夾那種很多水 湯湯水水的蔬菜 可以夾青菜 可是 就是炒青菜 不要夾瓜類那種就可以 20幾塊怎麼夾 就夾一些 夾之後把水粒乾的 那種 青菜可以夾 然後還有什麼 不要拿那種蒸蛋豆腐 那一定很重的 炸物 炸物其實很輕耶 比如說 比如說炸雞 那種炸雞 就不會很重啊 不會很重 然後炸的乾乾的 就蠻輕的 然後再夾幾樣菜 然後跟其他想吃的一些東西 飯可以點半碗 那時候一碗飯是8塊錢 一碗是7塊錢 半碗是4塊錢 那個是秤重的 對炸雞反而比蔬菜輕 所以不要夾太多菜 所以不要夾太多菜 會被老闆擔二間 應該還好吧 我們那時候很多同學也是這樣子吃的 可是後來那個自助餐好像就收起來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20只只有一小戳 差不多吧 我就老鼠啊 我吃的東西都小小戳小小戳 就飽了 老闆後來受了低消了 有低消嗎 我不知道耶 被吃倒了 不是啦 本來每一學期都會換不同的 廠商進駐學生餐廳 雖然每一學期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當然他們學生喜歡就是便宜的 所以便宜的店都會 留的比較久一點 有些單價比較高的店 可能趁一個學期趁不過 就就離開了這樣子 沒有人人都27元啦 很多男生也是會夾到100塊的 文化大學自助餐有低消 是喔 學校自助餐50塊 隨便餐盤怎麼夾怎麼疊都可以 太佛了吧 這是南部價吧 切爾德是南部價嗎 我家這可能都各一口 就慢慢吃嘛 就跟同學一邊聊天一邊吃飯 但那個都是專一的時候啦 因為我後來 後來就去打工了 然後我後來就 打工之後我就蠻常自己帶便當的 因為有時候就來不及去買 二十幾塊兩三口就吃完 還好啦 最少要40元 我有時候也會夾到40元啦 比較餓的時候 不一定啦 不是每次都二十幾塊 就是有時候會夾二十幾塊 有時候三十四十都有啊 不是每次都二十幾塊啦 就是便宜不好吃 真的喔 自助餐不是都那樣嗎 好看喔 熱炒的份量都很多 可是熱炒通常都會一群人一起去吃啊 根本就不用擔心 那個吃不完的問題 通常一上完沒幾秒就搶空了 然後我吃東西太慢了 我每次可能 還在吃上一道菜 然後一抬頭 欸!已經沒有了 太快 所以我每次看到菜上來 我就要先夾到碗 因為我怕我吃不到 因為我吃東西太慢了 而且現在熱炒真的縮水越來越小 沒有很多 真的 這種吃核菜都要趕快夾不然就吃不到了 每次跟粉絲吃熱炒都吃不飽啊 為什麼啊 是大家吃很多的意思 還是 什麼 屯食物的概念嗎 對啊 吃東西太慢了 好啦 我再吃一下燒餅 其實已經冷掉了 而且還是 燒餅還是很脆很好吃 冷掉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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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現在有點飽 3.6了 對啊 那我唱一下剛剛那首 中金事變歌 然後我就差不多準備關卡 因為我剛剛有碗開 好嗎 可是我怕我喝米漿會有點卡彈 不知道唱不唱得出來耶 這首很好聽 喜歡它的這個 氛圍 怎麼講呢 有一點 不知道怎麼講 我喜歡這個 掉掉 唱唱看 好難喔 好難喔 好難 加入這種風格 我沒有特別練喔 只是剛好想唱 我們現在 喜歡的 消息 我們在一起 想做的 新的 暈倒 我現在 I'll give you all you wanting so bad How about your hands with her I pray Can you feel forever and never Rejoice, be glad Rejoice and be glad Wanting to come down You're not fighting Rejoice and be glad Rejoice and be glad Akiya光放 謝謝助生人的小護嶺 很Chill的歌 謝謝Yaya 謝謝空空 這是全英文 I'm here You want what's brighter than the summer sky Water and moonlight on the winter's night Deeper than the deep sea So what if wishes came true For you And the end It would toss the apple away The earth would turn the other way You live far far And some barren star But down below you My favorite coffee You give you all you're wanting so bad Hold out your hands with her I pray Can you feel forever and never Can you feel forever forever Rejoice, be glad 我還沒在施工啦 討厭 好吵喔 我下次要再唱一次啦 我下次要再唱一次 討厭 都快唱完了 我下次再唱一次 禮拜五再唱一次 70文 很大聲耶 大家我禮拜五要再唱一次 那我再列一下好了 好好聽喔 施工大叔 對阿 不會給面子耶 大叔 超大聲的 我來念今天的棒 今天的第13名是巴巴 謝謝巴巴 12名是 Lin 11名是 整系男子 謝謝整系男子 第10名是 羽農 謝謝羽農 第9名是 Martin 謝謝Martin 第8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7名是 瓜瓜 謝謝瓜瓜 第6名是 智虹 謝謝智虹 第5名是 醬油派Monkey 謝謝Monkey 第4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第三名是 玉超 謝謝玉超 玉超的頭天 這是什麼 喔是冰淇淋 我剛剛看到綠色外圍是 這人躲在冰淇淋裡面欸 對不起 我以為那個是 有人蓋白色的布 然後他穿綠色衣服這樣 偽裝成冰淇淋 我是不是太腦譜了 好 第2名是 震人 為什麼都是我吃燒餅的圖了 謝謝震人 第1名是 羅莉狼 謝謝羅莉狼 耶 禮拜五多唱點歌給大家聽 禮拜五晚上9點也有直播 禮拜五晚上9點也有直播 禮拜五晚上9點不吃東西 好好唱歌 有好多歌想要唱喔 但今天沒時間唱 你拿杯子蛋糕的概念嗎 我覺得這樣還蠻酷的 我剛剛真的以為是冷飯的冰淇淋 那禮拜五見了喔 對吃飽的來好好唱歌 我這樣好好練歌 一整串都是吃燒餅 對阿 唉唷 而且還沒吃完 而且現在施工太吵了 我要趕快關台了 不然我怕你們耳朵會痛啊 禮拜五晚上見喔 掰掰 大家掰掰 禮拜五晚上見 掰掰 咪咪掰掰 plex 至楓掰掰 全包吵咪掰掰 西索掰掰 匪咪掰掰 檸檬掰掰 瞬間掰掰 韓國掰掰 歡迎掰掰 大家掰掰 謝謝 謝謝 大家掰掰 繼續視頻